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钟点工说呀 话敌为友才能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 结果这个钟点工就问 那话有为敌显示出什么呀 我说你咋这么烦呢 起菜去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吃宴会 李世群这个人呢很警觉 绝对不到外面去吃饭 谁叫都不去 就是一般人你家里边请的家宴 哎 请也不去 但是这一次呢 是日本人港村亲自给李世群打电话 说呀我在家里边给你设宴 庆祝他和这个熊建东和解 这个地点呢就在上海的百老汇大厦 的这个港村的家里边 李世群呢本来就对这个出席宴会啊 没什么兴趣 可是呢他又考虑到这是人家日本人亲自请客 而且在家宴啊在日本人的这个礼节里边呢 是最高的礼仪了 这下他就觉得不去真说不出口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啊他就想干脆我就这样 我去是去 但是呢我什么都不吃 连水都不喝 为了保险己见呢 他还命令这个装备精良的 什么那些这个贴身警卫 换上了便装跟着他一块去 然后呢还安排了一些人呢 在这个百老汇大厦周围啊 埋伏着 就是一发现情况有些异常就冲进去 这宴会上啊 港村啊和这熊剑东啊 哎呀就劝酒啊欢笑一片 平平菊杯 这李世群呢连酒杯碰都不碰 就使劲说啊 哎呀真对不住啊 我今天真的肚子太不舒服了 我什么都不能吃 结果呢甭管是港村怎么劝 他就是不动筷子 这时候啊这个旁边有一个侍女 就端出来了一个盘子 这红木盘上呢有一个酒壶 这港村就介绍说啊 这是我们日本皇族在樱花节的时候才会饮用的明酒 于是呢就给他们这几个人啊都给倒了一杯 这时候呢就又开始举杯 李世群呢举起了杯子了 但是呢他就觉得有一个细节上 他有点没把握 因为呢好像是啊最后才给他到的 都是先给其他的 但是这个场面呢是请他 他算是主客 那怎么回事呢 所以啊他就怀疑这酒壶啊 没准有问题 万一是那种阴阳壶呢 啊就是有一个隔断 这毒的搁在最后边 完了把这前面的都弄完了 他一摁一个什么地儿 这毒就放出来了 所以啊他就说 这我就举举杯算了 表表我的心意 我是真不能喝酒 哎呀这个宴会啊就这么一直都快要结束了 菜差不多都上完了 李世群呢就是门思不动 咬牙我也不吃不喝 只是呢比如说哎看见啊你们谁动了那个菜了 我上那个菜上意思意思拿起来吃一两口 终于啊到最后了 这个主菜 这港村夫人呢亲自端出来一个小碟子 里边呢就是一小份一个牛肉饼 这港村就说哎呀李部长啊 这可是我夫人为你亲自做的她拿手的牛肉饼 这李世群呢又觉得不对头 怎么就拿出来一碟啊 所以呢他还是没吃 这时候港村夫人呢又端出来三碟牛肉饼 分别给这个港村熊建东还有那个旁边做的那个翻译 各放了一碟 这时候呢港村就说哎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 就是敬重的敬啊 因为你看今天咱们是四个人 这样呢我就只能分成第一个您是主客 剩下的呢我是三碟这么拿出来 一三 这表示我对您客人的尊敬 这李世群啊她是对这个日本人在礼节方面的这种习俗啊 她还是知道的 知道这个单数还确实是有这么个规矩 所以呢她也觉得呀 确实没理由去怀疑了 再加上呢她一看啊剩下那仨人 把前面那牛肉饼都给吃光了 而且呢港村夫人就站在她旁边 使字说你不尝尝啊 我这个特制的妹妹到底好吃不好吃啊 合不合给你胃口啊 就这么一逼终于把李世群给逼上截路了 她再也没有理由啊说哎呦 怎么拒绝所以呢她就被迫的啊也就吃了一点点 就这么着呢就离开了宴会 一上车呀她就 第一件事就是先抠红 把她能吃的那些东西啊 她喂的她觉得能吐的都给吐出来 但是后来啊事实证明了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举动都完了 也就 几个小时以后吧 她在家里边就开始突然觉得身体不适了 奇痛无比这肚子 然后就开始上吐下泻 等她的这个妻子 请来了她们家的那个认识的一个非常熟的医生 这医生一来一看啊当时就说 没救 是一种啊病毒有点类似于鼠疫的那种 就是会让你啊不停的上吐下泻 然后你大量的脱水 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而且非常的痛苦 李世群呢 当时就简直是气的想开枪自杀 觉得呀受不了这苦 被这个亲属呢给拦下了 她呢也遗憾 大叫着说 他妈的没想我干特务干了一辈子 还是被别人给算起了 两天以后吧 她死了 据说啊因为大量的脱水 她人都缩小的啊 跟那个猴子似的就是皮包骨 就剩个骨头架子 而且呢在这期间啊 这医生想给她补水啊打针啊 这血管也是硬的 针都打不进去 好 关于李世群呢 我们终于讲完了 好 我们下个系列见 下期见